自从流量不值钱 音乐软件提供的音质是越来越高了 除了传统的有损 哦不 是标准品质 还有无损格式 到了今天 竟然还有比无损更无损的品质 当然 这需要你课金成为比豪华会员更豪华的会员 才能听到 那么无损音乐是智商税吗 普通人和专业稍有 他们能不能听出来无损音乐和普通音质的区别 比无损更无损的音质有意义吗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 我们不光查了资料 还找到了播客九段奇谈的主理人 余孟琪老师 和QQ音乐天琴实验室音频负责人赵老师 当面质问他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从严格的物理意义上来讲 不管课多少金 你听到的无损音乐 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无损音乐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过 自然界里的声音都是连续的模拟信号 而以零和一的形式存储的数字音乐 都是离散的数字信号 所以在把乐器或歌手的原声 记录成数字音乐时 就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 这个转换的精度 就是制作无损音乐的关键 要把自然界中的模拟信号 转换成零和一的数字音乐 就需要从原声中选取一个个点 记录下他们的信息 选取的点越密集 转换越精确 这里会涉及到三个基础概念 采样 量化和编码 别怕都很简单 学会了还能装X 采样是指每隔一段时间 对模拟信号抽取一个观测值 你可以理解为采样点的密度 一秒内采样的次数叫做采样频率 CD的采样频率是44.1千赫兹 也就是每一秒钟的音乐 就包含了44100个采样点 而量化负责记录纵轴振幅信息 每段音乐声音都有强有弱 最强和最弱之间的差值叫做动态范围 单位就是我们常说的分贝 所谓量化就是把动态范围 划分成相等的层次 然后把采样点的音量大小 归入最近的量值 量化当然是越细越好 量化的精度叫做卫深度 单位是比特 比如如果卫深度为2比特 也就是2的2次方 划分4层 那么每个采样点的音量大小 就最多只有4种情况 我们打电话 广播喇叭里的声音 卫深度比较低 听起来比较粗糙 而CD中的音乐 卫深度能达到16比特 听起来细腻的多 经过采样和量化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 每一个离散点的量值 把这些量值 用0和1记录下来的过程 就是编码 所以说穿了 音质这件事也很简单 采样和量化点越密集 音质就越好 但问题是 不管多精密 采样和量化 毕竟只是记录 一个个点的信息 相比于平滑的原声 一定会有信息丢失 做不到严格 物理意义上的无损 但也没关系 因为你的耳朵 本来也不能百分之百 接收所有的音频信息 就算把周杰伦 抓来你的地盘 给你唱我的地盘 你也不可能听清 它每一个发音细节 所以无损音乐 并不需要做到 物理意义上的无损 只要你的耳朵 分辨不出来原声 和录制后的音乐 那就是无损 那么 采样要多精确 才分辨不出来呢 通常来说 人类听觉的上线频率 是20K赫兹 而根据著名的 奈奎斯特香农采样定理 当采样频率 大于模拟信号 最高频率的两倍 那就不会丢失任何信息 所以如果采样频率 达到40K赫兹 也就是一秒钟内 包含至少4万个采样点 就足以为保你的耳朵了 这也是CD频率为44.1K赫兹 主流视频的音频采样率 为48K赫兹的原因 反正超过40K赫兹就够了 人家还给你留了一点余量呢 量化也差不多 人说话的声音 通常在40到60分贝 长期听超过90分贝的声音 就会损坏听力 那根据这个卫生度 与动态范围的公式 CD的卫生度是16比特 动态范围理论上可以达到96分贝 一些古典乐会使用24比特 为深度存储 动态范围更高 完全足够包裹你的耳朵了 一般来说 一首歌的音质达到CD级别 那就可以成为无损音乐了 无损音乐包含的信息多 体积也大 一张CD大概600到700兆的容量 只能给周杰伦实际首歌的时间 RMP3等有损压述的格式 则是通过去除声音中的部分信息 来实现缩小文件体积的目的 比如这是我的地盘的无损版本 和普通MP3版本的对比 可以看出MP3格式的文件中 高频信息大量消失了 但这些高频信息 本来就难以被耳朵捕捉到 而且MP3的算法设计十分优秀 你肯定也听不出来太大区别 感谢非要提供的设备 我们在柴司内部举行了一场 无损音乐和MP3的盲听测试 我们选取了两首古典乐 两首流行乐 分别提供了无损音质 和高品质MP3两个音质版本 第一轮让大家猜 他们两次听到的音乐 究竟是不是同一个音质 第二次是让大家分辨 两次听到的音乐音质 孰高孰低 结果是 绝大多数朋友的测试准确率 果然就是跟虾蒙的准确率一样呀 其中有四位朋友全猜对了 不过其中三位承认 我就是猜的 我是真听不出来 只有一位朋友表示 他真能听出来高屏上的那一点区别 于是我们拉着他又测试了一轮 结果发现 他还是没有能经得起考验 总的来说 我们的测试结果显示了 大部分人听不出来高品质MP3和无损音乐的区别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毕竟纯蒙的话 从概率上说 出现全错和全对的概率应该相同 但实际结果是 有四位同事蒙的全对 也有几位表示 这首Yellow在听感上的区别相对明显 我们的测试规模比较小 不过QQ音乐的赵老师告诉我们 他们曾做过5万人规模的测试 让大家盲听选择 更喜欢无损音质还是高品质 结果是57%的用户觉得无损音质更好听 43%觉得高品质更好听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确实有很多用户听不出来区别 但仍然有用户能听出来哪个更好 但我们非常好奇啊 普通人听不出来我们可以理解 但花了时间和金钱的稍友们 是不是真能听出优质MP3和无损文件的区别 就您这边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们在听音上能带来比较显著的区别吗 我觉得像你说320K的MP3 和无损文件之间的区别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 我原来在我们自己的朋友圈子里也试过 比如我准备三首曲子 然后我都打包成WAV 但有一首是MP3转的 有一首是真的WAV 反正我自己承认流行音乐 我根本就听不出来 就是古典音乐我能听出来 那为什么会有流行音乐听不出来 古典音乐能听出来的这个问题呢 它们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相对来说 我理解古典音乐的各种声音会更连贯 而流行音乐 人唱歌词这种咬字的方式 它没有那么连贯 比如说模拟就是一个完美的正圈 数字就是台阶 如果你这个本身的响度变化越不连贯 其实你越难暴露数字那种台阶的感觉 对 而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连贯的音 比如像弦乐的很多声音 那它是比较容易有这种区别的 但无论如何 MP3版本确实少掉了一些人耳能听见的信息 这是再好的设备也无法弥补的 在硬盘和流量都已经不值钱的今天 如果是对音质要求高的发烧友 那听无损音乐确实有可能听出更多细节 并不能说是智商税 无损音乐比普通音乐细节多 这很好理解 但刚才说过 人耳的听觉范围有限 能达到CD音质的就已经是无损音乐了 那音乐平台上为什么会有比无损音乐更无损 买了豪华会员还要再升级成超级会员才能听的音质选项 有意义吗 怎么讲呢 纯从理论上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虽然包括我们在内无数人都讲过 人耳最高只能识别20kHz的声音 但这是指单音的上限 也就是说 在只播放单个固定频率的声音时 你最多只能听到20kHz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听音乐时 就完全无法感知到频率超过20kHz的声波 比如2000年的这项研究发现 如果单独播放高于22kHz的声音 收视者们毫无反应 但在听含有高于22kHz频率信息的音乐时 收视者们的脑电波却会更加活跃 他们也更喜欢含有高频信息的音乐版本 所以 虽然我们并不能够听到20kHz以上的超高频声音 但可能还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感知到它们的存在 许多音乐软件上那些比无损更无损的音乐旁边 都会打上一个Hi-Res的小金标 这最初是索尼提出的一种音频标准 意思是比常规CD和无损音乐更保真的音乐 通常代表能达到96kHz采样率 24bit未深度的歌曲 当然 理论上更好 不代表你就能听出来 要听出Hi-Res跟普通无损的差异 那对水平的要求就更高了 Hi-Res是一个我觉得商业作用大于实际作用的认证方式 如果客观的时候我觉得它保证了一些底线吧 但它完全不能表现上限 就是它只能确保底线 实事求是的说 从无损到Hi-Res提升的幅度 肯定比不上从普通MP3到无损的提升那么大 相比于在普通无损的基础上继续提升音质 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算花了钱 你听到的无损就一定是真无损了吗 确实不一定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很多老歌在当初录制的时候 就没有采用那么高的规格 从源头上就达不到无损的标准 如果要把它们变成无损音乐 那就只能通过后期手段强行提升规格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处理 把周旋的这首老歌 强行拉成接近无损的规格 但这就跟把480P的视频强行输出成4K一样 并没有增加信息量 只是浪费了更多的流量 实际上这也是音乐软件们要面对的问题 QQ音乐的赵老师告诉我们 它们无损音乐的来源 绝大多数都是官方给到的原始文件 但在大批量的无损音乐中 偶尔会有一些音源 其实并不符合无损标准 它给过来之后呢 那个无损文件我们需要做一个检测 但是我们发现 那可能就有一些歌曲是非官方过来的 有一些不一定是满足无损的条件的 但是转成无损的 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它们剧掉 让它重新提供真的无损 但是这个工具它不是保证率百分之百的 会有一些错误率 我们标准其实比较高 其他平台可能是CD品质就可以了 我们是比CD高两个打都有的 所以有时候 情感敏锐的稍有可能会发现 某些音乐虽然标准无损 但情感也很一般 音乐平台上的无损音质 和更稀有的Hi-Res音质 都是直接通过原始文件转置得到的 而这些比无损 甚至比Hi-Res 还要再高几级的母带音质 那就涉及到AI的参与了 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特别的快 所以我们就尝试出通过一些技术 能够将这个歌曲更高的一些信息内容 恢复出来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真评母带 那我们拿到的所有的 它音源没有这样一个品质的歌曲 我们都想办法将它这部分的信息 恢复出来 所以说这是我们通过算法去做的 至于你是选择听原始的音质 还是听AI处理过的音质 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如果你拿到了真无损音乐 也要用专业的设备收听 才能发挥出它的效果 如果你对此有兴趣 那可以跳转到我们做过的这期视频 能不能听出来 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但无论能不能听出来 都不耽误你去烧更贵的设备 存规格更高的无损音乐 我以前曾经当过那种 就是不听音乐的发烧友 就是我可能永远只有十首歌 然后我不停地换设备 然后永远听这十首歌 就是我有挺长一段时间 是一个这样的发烧友 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不对 一方面又停不下来 但是后来慢慢地越来越 偏向音乐这边多一点 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 会偏音乐多一点的发烧友 其实在任何领域 入过坑的玩家都知道 玩设备的乐趣 很多时候就在于玩设备本身 而不是在于最终的实际效果 就像花十几万买电脑的人 不一定真拿它剪视频打游戏 只是为了获得跑分又高了一点的快感 花几十万买相机的人 不一定真能拍出好照片 只是为了看得位 是不是又重了一点点 花几百万买车的人 一辈子都没达到速度的极限 只是为了看响应速度 是不是又快了一毫秒 归根结底 折腾的乐趣就在于 折腾本身 人类就是喜欢折腾 所有有区别的东西 不管这个区别又没有意义 但只要它有区别 就得折腾一下 好了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为了把无损音乐讲清楚 我们已经做了两期视频 也联系了厂商 烧友和音乐平台做了采访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做得很开心 也希望能让你感受到乐趣 以后我们会多做 这样的小系列视频 希望能把一个话题 好好讲清楚 喜欢的话 欢迎点击一下关注 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下期见 第一首歌比第二首歌的 动态范围大很多 肯定不是同一个音源 然后第三个就很明显 它的高频细腻一点 所以第四个肯定是普通音源 第三个是无损音源 对吧 你想知道答案吗 全错 喜欢我们的话 请一定要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哦